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三角形 ABC 三個頂點 又是給三個頂點 50 72 K 跟 0 0 然後他說 AB 三個中頂坐標是 Q 然後 Q 到 C 的距離是 10 請問你 K 多少 這個題目我先說一下 你肯定要畫圖 你不畫圖你怎麼要怎麼算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先畫個簡圖吧 來 畫一下 好 開始囉 我們看一下 這是 X 軸 Y 軸 好 第一個 C 是 0 0 所以這是 C 對吧 然後 A 是 5 0 1 2 3 4 5 這是 A 5 0 然後 B 是 7 6 K 接著是 5 6 7 好 7 2 K 對不對 就是說這上面的每個點 看這邊喔 這個上面虛線的每個點 都有可能是 B 這樣看懂嗎 會啦齁 好 然後題目說呢 AB 上的終點 為 Q Q 到 C 的距離 是 10 是怎麼辦 怎麼辦 是怎麼找 老師 我不會 Q 到 C 的距離 他說 AB 的終點 好 AB 的終點是 Q 好 那我們選找吧 來 假設這個點是 B 好 那麼 B 是多少 B 是不是 7 2 K 好 來吧 我們畫一下 請問你 來 看這邊 看這邊 AB 的終點是多少 AB 的終點 這個 Q Q 是多少 Q 還記得我們講 終點多少個知道嗎 Q 中…那個 他不講嗎 Q 是 AB 的終點 對不對 Q 是 AB 的終點 那 A 那個 Q 怎麼算 是不是把 A 跟 B 怎樣 相加除以 2 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等於 5 加 7 除以 2 還有 0 加 2 K 除以 2 所以答案不好 答案是不是 6 K 所以我這個點不好 這個點就是 6 K 然後接下來題目說的 C 到 Q 的距離 這段距離 有沒有 這段距離是 10 那我問你 這個點是 0 比 那這個點是 6 K 請問你這個句詞怎麼算出來的 不用距離公式 所以就等於 10 你知道 10 就等於 根號 來吧 6 減 0 的平方 那是 6 的平方 對不對 加上 K 減 0 的平方 那就等於 K 平方 減 K 就好 好 那就很簡單 變成的是 100 等於 36 加 K 平方 K 平方點多少 604 所以 K 等於 正負 8 來 有沒有不合的 老師 你這樣看的話 負負負核欸 你注意聽喔 我現在畫是其中的部分 對不對 請問你那個 B 有沒有可能在下面 當然有可能啦 對不對 所以答案會請你兩個 所以你 K 等正負 8 是沒有錯的 會啦齁 所以 K 等正負 8 對 OK